人们普遍认为普京灾难性地误怕了局势 他认为讲俄语的乌克兰人会欢迎他的部队 但他们没有 他认为自己可以迅速推翻泽连斯基的政府 但他没能做到 他认为他能分裂北约 相反却令他团结起来 他认为本国经济不怕制裁 结果搞砸了 他认为他的现代化军队会把乌克兰军队击溃 然而至少在某些战线上 是乌克兰人击溃了他 普京的误判让人质疑他的战略判断和精神状态 如果真有人给他建议的话 那究竟是谁呢 他是否与现实失去了联系 他身体不舒服吗 他的精神状态如何 康多利扎赖斯警告说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点不对劲 俄罗斯对马里乌波尔和哈尔科夫的围困 这是两座俄语人口密集的城市 普京声称要将他们从乌克兰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类似于纳粹在华沙的所作所为 以及普京本人在格罗兹尼的所作所为 一些分析人士把普京比作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 因为他不再能控制事态 所以更加危险 他们想给他一条安全的出路 让他摆脱所谓的作茧自负 拜登在波兰说 看在上帝分上 这个人不能继续掌权了 这句话也因此遭到了普遍嘲讽 普遍看法是完全可信的 这种看法的好处是证明了西方支持乌克兰防御的战略是正确的 他倾向于这样的结论 最好的结果是普京找到一些面子上的退路 得到部分乌克兰领土 乌克兰承诺保持中立 取消部分制裁 但如果普遍看法是错误的呢 如果西方又一次 郑重普京下怀怎么办 时报记者卡洛塔加尔生动 鲜明地回忆了自己在1990年代中期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 报道俄罗斯围困格罗兹尼的经历 从而提出了这种可能性 在战争初期 激进派的车臣战士消灭了一个俄罗斯装甲旅 震惊了莫斯科 俄国人重新集结 利用火炮和空中力量远程消灭了格罗兹尼 俄罗斯今天也在运用同样的战术 当西方军事分析人士认为 普京无法在乌克兰取得军事胜利时 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无法彻底获胜 然而普京什么时候能做到彻底获胜了 普京的剧本有一个完整的下一阶段 这是车臣人所熟悉的 加尔写道 随着俄罗斯军队在车臣地面获得控制 他们实施逮捕 建立筛查营 把当地人转化为被保护者与合作者 赋予他们权力 从而粉碎了任何进一步的意见 假设普京从未打算征服整个乌克兰 从一开始 他的真正目标就是乌克兰东部的能源财富 那里拥有欧洲已知的第二大天然气储量 仅次于挪威 结合俄罗斯之前在克里米亚 拥有巨大的海上能源田 和乌克兰东部省份卢干斯克与敦涅茨克 拥有巨大液盐气田的一部分夺取的领土 以及普京想要控制乌克兰大部分 或全部海岸线的努力 他的野心就变得很清晰了 与其说他对统一的俄语世界感兴趣 不如说他对确保俄罗斯能源的主导地位感兴趣 普京打着入侵的幌子 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抢劫 加拿大能源专家大卫奈特莱格说 至于此后基本上处于内陆的乌克兰 该怎么办 西方将为乌克兰难民 重新安置到俄罗斯控制之外的新家园买单 随着时间推移 一个像欧尔班维克托那样的人 可能会成为乌克兰的总统 实行强人政治 这是普京希望其邻国都能效仿的 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 那么普京似乎并不像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做出了错误估计的失败者 这也解释了他以平民为目标的战略 大规模杀戮平民 不仅仅是对俄罗斯军队无能的一种补偿 还对泽连斯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使其同意普京一直以来要求的东西 领土让步和乌克兰的中立 西方也会寻找任何机会来缓和紧张局势 尤其是当我们在说服自己 认为精神不稳定的普京 正准备使用核武器的时候 在俄罗斯国内 这场战争已经达到了普京的政治目的 许多职业中产阶级 对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等意见人士 最有好感的群体 已经开始了自我流放 剩余的自由媒体已被关闭 可能是永远关闭了 俄罗斯军方这一次如此尴尬 很可能导致一场目标明确 自上而下的清洗 而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广泛革命 俄罗斯新的能源财富 最终可能帮助他摆脱制裁的控制 这种对普京表现的另类分析 可能是错误的 然而 在战争、政治和生活中 把你的对手当作一只狡猾的狐狸 而不是一个疯狂的傻瓜 这总是更明智的做法 此外 俄罗斯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可能还有其他哪些政治意图呢 随着特使们周二在和平谈判中取得进展 俄罗斯做出了让步 这表明乌克兰战争有了更现实的方向 同时也表明 俄罗斯不急于结束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表示 决定大幅减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城市 切尔尼戈夫周围的军事活动 以作为为未来谈判增加互信的姿态 然而 俄罗斯在北部的推进已经停滞 基辅周围的部队在面对乌克兰的反击时 采取手势 在苏梅附近也是如此 在那里 俄罗斯一直难以包围地灭泊河以东的乌克兰主要军队 降级是撤退的委婉说法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荣修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说 俄罗斯正在根据现实调整自己的目标 因为战争主要是以经验为依据的 他说 说他们专注顿巴斯并不是一种诡计 因为在现实中他们能做的只有这些 但让步绝不是投降 其他人警告 周二取得的进展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准备就结束战争进行认真的讨论 俄罗斯需要取得更好的结果 才能让普京总统在国内宣扬自己取得了胜利 周二 乌克兰方面建议通过15年的双边会谈解决克里米亚问题 并表示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可能会在会谈中讨论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 俄罗斯表示 只有在和平协议草案准备好后 才会安排两国总统举行会晤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这样的协议至少必须让俄罗斯控制目前被围困的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 从而在俄罗斯占领的两个地区 西边的克里米亚和东边的顿巴斯之间建立一条安全的陆路通道 他们还表示 他还必须让乌克兰放弃对顿巴斯的两个行政区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控制权 普京已经宣布两地为独立共和国 俄罗斯没有正经谈判的资本 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做得不够好 战略研究基金会的法国国防分析师弗朗索瓦埃斯堡说 这是俄罗斯人巩固核重组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从后勤上无法到达的地方撤离 在那里他们已经耗尽了食物和弹药 一些西方高级官员对此表示同意 说俄罗斯严重缺乏炮弹和其他弹药 需要补给 埃斯堡说 普京也不会轻易结束这场战争 如果他拿下了地涅伯和以东的地区 目前这也许就足够了 但他会重建军队继续作战 伦敦研究机构查塔姆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利特说 对双方来说 谈判并不认真 因为双方现在的谈判是战争的延续 而不是解决方案 他说 俄罗斯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东部 而乌克兰将会发现 很难从敏捷的防守转变为真正的反击 而且普京没有忘记基辅 尼布利特说 即使普京能够控制并解决乌克兰东部的另一个分区 乌克兰也必须签字同意 如果他不同意 我认为我们不会解除制裁 他的同事 研究俄罗斯军事的法国学者马蒂厄布莱格也认为 俄罗斯在谈判中没有诚意 而是在试水 争取时间 重新部署和装备军事力量 在地面战中取得更多进展 他说 俄罗斯军方似乎已经控制了这场 可以称之为失败行动的所谓第二阶段 其实它本该是第一阶段 拿下马里乌波尔 路桥 Land Bridge和顿巴斯本应是成熟的军事计划 现代战争有一半是信息战 成功取决于你如何利用它 布莱格说 特别是在像俄罗斯现在这样的压制性媒体环境下 他说 经过了一个月 俄罗斯军队明显无力占领城市和守住领土 因此战略目标不得不改变 但是 弗吉尼亚国防研究机构CNA的俄罗斯研究主任 迈克尔科夫曼发推表示 俄罗斯如果完全撤出基辅会 让乌克兰人增援顿巴斯地区 让他们获得重大胜利 正在摩洛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对俄罗斯减少敌对行动的承诺 表示怀疑 俄罗斯说了什么不代表他做了什么 他周二表示 我们关注的是后者 而俄罗斯正在做的 是继续残害乌克兰及其人民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前英国驻俄罗斯外交官 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负责人伊恩邦德表示 俄罗斯在2015年吞并克里米亚后 并没有停止战斗 而是积极支持顿巴斯的分离主义分子 我对俄罗斯人放弃战争持怀疑态度 他说 我们之前在2014年和2015年看过这么细了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暂停 研究俄罗斯宣传史的伊恩加纳 在推特上指出 普京的俄罗斯实际上 是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 多年来一直处于肮脏的 无休止的冲突之中 他还说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 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顿巴斯 所有这些都是俄罗斯军队 在其他国家支持分离主义运动的地区 也许没有结束 他说 只是在中场休息 乌克兰高级谈判代表 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 在周二的会谈后表示 双方正在认真讨论 乌克兰的中立性问题 一项有美国 英国 土耳其 法国和德国等 北约成员国保障其安全的条约 一个停火协议 以及人道主义走廊 乌克兰和西方官员还表示 俄罗斯可能会愿意让一个非军事化的乌克兰 加入欧盟 前提是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 或允许任何外国军队驻扎 但安全分析师质疑这样一项协议的诚意 邦德说 乌克兰的中立问题在于 到目前为止 他希望能够做出担保的国家 没有一个同意这样做 他说 这相当于北约成员国换个名头进行集体防御 因此极不可能 至于欧盟成员国身份 尼布利特说 这对普京来说是最大的危险 普京曾在2014年 迫使时任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 放弃与欧盟的贸易协定 帮助刺激了乌克兰的暴乱 尼布利特说 如果乌克兰现在加入 与俄罗斯相比 该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会更快 最终就像在朝鲜旁边出现一个韩国 我不觉得普京会接受这一点 他说 更重要的是 欧盟条约也包含集体防御承诺 不过 布勒格说 欧盟需要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可能性 向该国做出明确回应 无论乌克兰是否因此成为欧盟成员国 这不由俄罗斯决定 他说 但欧盟需要对乌克兰的未来 做出绝对清晰的表示 这是道义上的责任 这不由俄罗斯决定